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不同季節化妝都會有不同挑戰 夏天有熱有焗就怕溶妝 而冬天有乾有凍就怕不貼妝 如果你也有這個困擾的話 這段影片就會很適合你 因為我要跟大家介紹一個浮粉救星 就是它了,embryolis的全能奇蹟保濕箱 其實它已經很有名 用過的朋友就知道它的保濕功效有多厲害 然後未用過的朋友也會對它有印象 因為它是很多世界頂級化妝師 遇用的妝前底箱 很多網紅、很多名人都有介紹過 難怪它賣得這麼好 全球每5秒就會賣出一支 今天當然不簡單,坐在這裡跟大家介紹 我會用它做一個挑戰 去測試一下它的功效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就不要錯過 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要化妝我們就回來素顏的畫面 這支全能奇蹟保濕箱有很多不同用途 除了可以做保濕面霜之外 它還可以做急救面膜 一個妝前底箱 還可以有輕微的卸妝作用 如果那天我只塗了防曬或是一層薄薄的底妝 我可以用它來做卸妝 又或者現在的天氣因為乾燥而敏感 我就會局部口敷它 可以做一個急救、修復、舒緩的作用 這麼多用途 其實它是一個性價比很高的產品 這裡75ml 只需要183元而已 是不是很划算 而今天我要做的挑戰就是 半邊面用全能奇蹟保濕箱做妝前底箱 另外這半邊面不用 一天下來大家就可以看到兩邊面有什麼分別了 我兩邊面的護膚 routine會是一模一樣的 首先用了一個化妝水 然後就塗一個保濕精華 再塗上眼霜 讓大家看一下質地 不要看它這麼白色以為很稠 其實它是很輕身的乳液狀 然後推開 有微微的香味 好好延展 好好推、很順滑 它不需要很多份量 其實已經足夠塗上全臉了 它是有一個適當的滋潤感 所以是很適合秋冬天氣去使用的 我去旅行也是會帶上它 然後它的成份是比較精簡 我看看資料 是有天然乳目果 有蜂蠟 有大豆蛋白 還有一個庫拉索蘆蕪 不含一個Pairbank類的防腐劑 然後色素、酒精和MIT、CMIT 看到光澤感嗎? 我沒有塗的這隻手是乾真真 然後那些紋理是很明顯的 這隻手是即時光滑、平伏了 是有滋潤度的 塗完吸收了 我現在就上底妝 跟平時上妝的步驟一樣 都是遮瑕 兩邊臉都是會用同一支的 我兩邊臉的妝不會有任何分別 用眉妝蛋拔開它 是不是會貼? 這邊很水潤 我還沒用碎粉定妝 給大家看看上完粉底即時的情況 這邊臉會看到有光澤 另外這邊感覺好像差不多 分別在哪裡 我看了一會兒 這個位置很平伏 然後這裡 看到塗在這條褲子上 因為我比較乾肌 很容易有這些乾紋 但剛剛上妝 粉底又不是拿很差的出來 不會立刻浮粉 但最重要是看妝前底霜 它全天下來 是否能保持這麼漂亮 這麼貼妝的效果 妝就化完 一天挑戰開始 究竟這邊臉能否保持 全天都這麼貼妝呢 我會每隔幾個小時 跟大家更新的 現在去哪裡? 當然去玩 大家看看 Chopper已經醒了 它正在醒金山 我們會去哪裡呢? 本來是打算去逛山 交遊機 但今天早上下雨 所以逛山這部分就要 skip 我們答應Chopper出去玩 照去梅窩走個圈 我們一會兒再說吧 我們出發 這部分是梅窩 是一個很有名的 有多有名的 你什麼時候開始知道呢? 剛好在船上 你送給我看 我們來這裡 對呀 金山口中很有名的 Burger店 你吃什麼? 還沒想到 Chopper就不要舔你了 你沒份的 你不要再舔了 你真的沒份的 我就是給這裡這麼多不同種類的漢堡包吸引了 超級便宜的 這裡的果汁12元 然後可樂的那些是8元 搭了40分鐘 船吹了40分鐘之後 其實已經看到分別了 我這邊的苦紋還是很平滑 然後這裡是放在紋上很深的 雖然我的毛孔問題不是很嚴重 不過也會看到這邊依然很細緻 這邊粗鞋開始想跑出來的感覺 12元的果汁一點也不小杯 它真的很大杯 我以為是那種很手似茶杯的杯子 不是啦 我這個是Lemonade 然後這個是菠蘿汁 也是很大杯啊 超厚啊 它有兩層的牛肉 然後我這個呢 有一層牛肉 還有一個炸的 好像是胡椒餅之類 我們吃吃吃 有人放龜啊 它好可愛啊 對呀是龜龜啊 哎呀它正在過來啊 前面推著車子應該是主人來的 我想它是用那輛推車子去運送這隻龜龜 它很大隻 吃完了你覺得怎麼樣 很飽了 真的很飽 那好吃嗎 好吃 我覺得是推介的 但是呢 記住不要喊那麼多那些配菜啦 我剛才喝Lemonade的時候 我覺得自己快飽到上去的頸子那裡 我們現在就出發去逛 一會兒去這附近的瀑布 好啦 讓Chopper逛逛 我們又逛逛逛 因為天氣突然很好 今早是超大雨的 但是呢 現在就非常好天 好啦 我們走吧 我已經想不到有什麼說了 GO 好爽啊 你是廣螺啊 哈哈哈哈 不是啊 隊長還是腳短短 一號 小隊呢 說完腳短短小隊 哈哈 我不會認你啊 哈哈哈哈 你又在看魚啊 嘩 你這麼開心啊看魚 你不怕掉下去嗎 Chopper在看的就是這些魚 很多啊 Chopper 看完了嗎 嘩 那我們繼續走 拍到嗎 拍到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漂亮的風景啊 哈哈哈哈 哈哈 我們有突發的行程 突然間我收到弟弟WhatsApp我 就說他在煤 然後我就回覆他 我也是啊 然後他原來正在上班 我就去找我弟弟 我帶狗出來郊遊 之後呢 又是我抱著一隻狗 你究竟什麼時候才能走大 出發 嘩 好開心啊 這隻狗 哈哈哈哈 嘩 嘩 這個就是我弟弟了 哈哈 哎呀 這裡啊 好多玉環的 好正啊 是不是姐姐可以任拿的 哈哈 哈哈哈哈 好了 我們現在呢 就去了一間咖啡店 等著喝一杯東西 等四點鐘算的 和大家做多一次更新好嗎 我現在呢 這邊的虎紋呢 是不少都藏著了 然後這邊的情況呢 其實我一直戴著口罩 然後有少許焗 是有出汗的 但是呢 它依然還是很甜複 會有光澤 這邊的粉感 全部都出來了 特別是這個位置 真的很明顯 這樣放了 對啦 過了六個小時之後 情況呢 就是現在這樣了 我看到這裡有一個檸檬的draft beer 就試了 它很好喝 好像檸檬 再加啤酒 混合一起的感覺 好了 玩了那麼久 回來家裡和大家做最後一次更新 現在時間呢 就是大約五點半左右 我呢 剛剛照鏡看到的分別 其實也挺明顯的 最嚴重是眼底的肝紋 爆了出來 還有呢 鼻這裡旁邊 看不看到嗎 那些粉是全部浮了 然後一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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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紋不用說了 剛才已經是下午 塞住了 還有嘴角這裡 然後有用妝前底箱的這邊呢 一看就看到分別是平滑很多的 這個位置就沒辦法了 戴著口罩怎樣都會脫的 但是呢 你會看到 整體這一邊呢 還是非常之平滑的 完全沒有那種呢 剛才那些一粒一粒啊 然後浮出來的感覺 除了鐵面程度之外呢 我覺得最大分別 就是用了全能奇蹟保濕箱的 這半邊面 全天都不會覺得乾 不會覺得慢慢緊的 它就好像在肌膚上面 形成了一個隱形的保護膜 但是又不會覺得局促的 所以呢 我終於明白為什麼它經常性出現在各大的Fashion Show後台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星級化妝師呢 指定要用它做一個妝前底箱呢 那個分別呢 是可以看到的 好了 那現在呢 玩了一天 我要去洗澡 要下妝 一會兒敷回保濕面膜 補保它 沒錯 兜兜轉轉一天 素顏又回來了 現在我要敷的面膜是它 embryolis最新的高效保濕鎖水面膜 它可以做到即時補水 提升肌膚水分55% 我自己最喜歡是它的質地 它的香味是跟保濕箱一樣的 然後質地非常水潤 一推開是一個水感的啫喱狀 看不看得到很快吸收 完全不會黏粒 不會油膩的 還有這個面膜呢 它是純素配方來的 當中是有97%天然成分 它主要成分是會有透明質酸 白碎連碎取 海洋礦物水和海藻 我自己呢 超級推介大家 就是後敷它 因為它敷的時候 是有一個微微的清涼感 是很舒服的 你看到呢 它一點都不黏的 非常之快吸收 所以我們就盡情這樣敷它 還有它除了做到保濕的功效之外 亦都是經過皮膚科的測試天然抗敏的 這樣就可以做到一個舒緩敏感泛紅的功效 我現在呢 就敷它10至15分鐘 接著就去洗臉 15分鐘後 敷完之後 我最大的感受呢 就是它不會有沉默的 我現在什麼都未塗 但是你會感覺到保濕感 因為呢 你有沒有看到光澤呢 那種水潤的感覺呢 很飽滿 很有彈性啊 如果你是因為乾燥而暗沉的話呢 就是好像我這樣 一乾的時候整個人都很暗呢 你敷完它呢 你會立即感覺到肌膚的透亮感 好像一種充電的感覺啊 那所以呢 我是很喜歡它啦 還有呢 它不會說一睡完覺之後 打回完形什麼都沒有了 起床之後呢 你還會感覺到這個水潤感是可以保持的 那所以呢 我就真的一定會帶它去旅行 就是耳鼻不時之需 玩到很累的時候呢 用它來充電了 那今天的一日測試呢 就來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呢 都可以感受到這兩款 Embrolis的產品呢 先用全能奇蹟保濕箱 做妝前底箱 再用高效保濕鎖水面膜 回來補補它 這樣呢 就可以輕鬆解決秋冬容易卡粉 不貼妝的問題 其實呢 我自己一直都有用這個全能奇蹟保濕箱的 每逢秋冬或者皮膚特別乾燥的時候 就會拿它出來 是一個長鼻家中的產品 所以今天不是說用了很短時間 一個月啊幾次的心得兒 而是我用了這麼多年之後 得出來的用後感 有這個機會可以和大家很詳細去分享 我自己都很開心 如果大家有用過的話 還有你是乾肌的朋友 一定會很喜歡大家留言去分享你的用後感 好啦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這個小挑戰 這個小測試 亦都來到這裡 所有的產品資料 我都會放在info box 希望大家會喜歡 如果你喜歡今天這條影片 記得給個like 和subscribe我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 upload兩條新影片 逢星期六週三 和四日週十二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為什麼結尾又要梳 然後開頭又差不多 不過不要緊 是很真實的一面 大家都見慣了 然後開啟了 感谢观看